大家会对于这世界上 比如说TrapGPT出来 或是AI出来 OpenAI发表了什么 Apple发表了什么 这件事情都有兴趣 可是只是说 包含端音音 Podcast 电子报这些事情 其实它都是一个 所以它 每一个渠道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那重点就是 你要怎么样运用这样子的特色 让大家来更认识你 欢迎收看善科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沈沈勋 法兰克 那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其实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 科技新闻报道产出 那但其实对大家来说 其实每天光是上班上课就很累了 休息的时候其实都会想好好放松 那不一定有太多力气 去追这么多的话题 可是又有另外一个词 就是专属于这个时代 叫做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工作上或是社交上 一旦如果没有紧跟时事 就有可能会Lab Behind 所以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科技知识的传播工作者 他们会用各种方式 各种有趣放松又有深度的方式 来分享科技话题 那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 透过这些管道来吸收科技新知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VK科技阅读时间的创办人 VK来和我们聊聊 他平常是怎么跟大家分享 最新科技趋势 那还号称这个网路世界最复古 最retro的流行 电子报 是怎么运作的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就先欢迎VK 那我们也请VK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VK 好 那VK在这之前呢 也担任过心理科普的作者 那同时也在媒体业业担任过研究编辑 那首先 我们先想问观众朋友一个问题 大家习惯多久 开一次email的信箱呢 从20多年前 我觉得我们进入web1.0网络时代以来 收发email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法 那即便是现在这个通讯软体非常的发达 那但是一些像是正式的文件啊书信 其实还是仰赖email来传输 那这些除了这些重要信件之外呢 我们的电子信箱还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广告邮件 那这个就是属于EDM Electronic Direct Mail的范畴 就是所谓的电子邮件行销 那早期很多的网站啊 或者说像现在的这些消费品的品牌 在我们购买产品之后 那他可能都会希望问你说 要不要订阅电子报 那来接收最新消息 一开始EDM这样的模式呢 其实是希望透过分众的方式去做到资料 资讯的精准投放 让这个目标消费者可以收到他们想要的资料 但随着大家的这个网络足迹越来越增加 其实收到电子报也非常多 那就反而变成了是一种这个扰乱的一个状态 那甚至是说有一些不肖的这个业者 会去贩卖这个个资 导致大家对EDM的行销 其实有一些人是比较不好的观感 那但这几年来呢 就是有一群创作者 他们坚持撰写实用或是有用的这些好文章 那像我们今天的来宾VK 一直不断的提供大家有价值的专业讯息 让电子报重新开始又流行了起来 所以我们想先请教一下VK 就身为一个电子报的工作者 我们怎么看待电子报这个传播方式呢 他比较像是期刊一样 就是还是说是比较像是新闻社论 我觉得在电子报的这个传播方式来看 我觉得是还蛮乐观看待的 因为其实大家在用社群媒体的时候 不管你是Facebook IG或是TikTok 他都会因为演算法的关系 而让你决定说你会看到什么 可是电子报它是一个你主动 我主动信任这个人 我主动信任这个作者 他提供的资源 或者是他的一些观点 然后我信任他 我喜欢他的资讯 所以我主动去订阅 所以我每一周可以在我的信箱当中 收到这些讯息 收到这些文章 那这件事情其实 他久了就会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就是在很多 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之下 主动搜寻或者是被动接收的 这两个状态 他应该是一个资讯的比例 就是他不是一个二选一的状态 那这样子的内容啊 就是其实在电子报的文艺复兴 也慢慢在起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其实台湾也越来越多人在写电子报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呢 2020的时候 美国其实有一波电子报的文艺复兴潮 那这个文艺复兴潮呢 其实跟当时的时空背景有关 也就是疫情的时候 美国很多主流媒体开始裁掉了 他们张识的一些比较红的记者 那这些记者没有工作怎么办 他们就决定 OK重新他们的老本行就开始写作 那他们就搬到这些电子平台 电子报平台上面 包含subsec或是beheat 那其实你会发现说 最近台湾这个电子报流行起来 也是大概都是 大家都用这几个平台 那这几个平台其实他就会帮助大家说 我可以更专心在创作就好 我不需要去选择说 电子报平台要选择哪一个 然后哪一个价格比较便宜 这样子 那其实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大家也可以更有效的去创作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 就是不管是创作者或是读者来说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 就是创作的民主化 我会这样子来形容 那当提到说就是电子报这件事情 它会不会像是一个社论啊 或者是一个比较专业资讯的方向 其实我更喜欢这样形容 VK科技月读时间的电子报 就是它很像是我浓缩了数周 然后我去看了很多比如说访谈啊 或是各种创投的文章等等的 浓缩起来的一个怪周记 然后这个怪物是什么 就是科技公司 因为其实我看不懂这些东西 然后我想看懂 那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整理起来 加入我的想法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电子报 好 了解 所以它是一个时代下 就是演进 然后又在复兴嘛 我觉得文艺复兴这个词蛮有趣的 了解 那不过也 我也很好奇一件事啊 就是因为您过去在从事的是 心理科普啊 或者说媒体业的编辑嘛 那它跟科技业其实有一些距离 所以想问的是说这个起心动念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办 这个VK科技月读时间 那而且还是透过这种电子报的方式呢 那目前是全职经营还是兼职经营 我过去在做心理科普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一些最新的心理学论文 用很 就是这是一个很艰深很专业的领域嘛 那我喜欢心理学 所以我用心理科普的方式 把它讲出来给大家听 所以它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就是累积了我一段时间是 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白话的跟大家说 那到了媒体业之后呢 其实我就开始对科技啊 因为我过去其实负责两大块领域 一个是国际时事的编译 然后另外一个是现在蛮红的ESG 就是永续的议题 那这两个部分其实都帮助我 对于科技或是新创这件事情 很感兴趣 那比如说以ESG来说 它不只是环保 因为有很多的新创在做气候科技的议题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蛮感兴趣的 就是气候科技它其实牵扯到的 不只是技术还有商业模式 那我很想要知道说 不管是新创 创投或者是加速器 它们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领域 那它怎么样去看待这样不同的视角 其实起情动念很简单 就是我看不懂这些事情 然后我想要看懂 那因为我找不到有很多 我找不到任何资源可以帮助我去看懂 所以那我就来自己写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只要说 OK那我要输出了这件事情 其实就会开始大量的input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帮助我看懂 然后我就决定说 OK那我如果要定期的去吸收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就要开始每一周写电子报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不断的去了解到 目前最新的科技趋势是什么 然后其实从后来的气候科技 也开始写到很多不同的 包含说大家熟悉的SARS服务啊 或者是一些国防太空的领域 嗯 要全心全心投入经营一个不太熟悉 加上存在可能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事业 它其实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那尤其是现在这是一个知识变现的工作 它的入门门槛一定是不低的 尤其是说这个订阅者啊 他一定希望他订阅之后就会有所收获嘛 那所以才会来追踪这个电子报 所以压力是一定是很大的 那我想VK科技月组时间的创立的过程 它应该就跟创业很像 就是要面临很多理想跟现实的冲突 那才会经过这个不断的优化 才会有这样一个成熟的科技传播平台 那所以能不能请VK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准备经营这个知识事业之前 有没有做过一些实质上 或是心理层面的一些准备 我觉得这一集非常有趣 就是因为其实在一开始 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如同刚刚讲的 这个起庆动力很简单 就是它是我的打怪周记 所以我是很好奇 然后想要看懂这些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会变成我的全职工作 那这一个都是一直是我的 side project这样子 就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东西 来帮助我的正职工作 让我更看懂很多事情 那当然这之中有一些转职的因素 就是我希望可以到科技或资讯业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人生总是不是像你所想的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会从兼职到全职的状态呢 其实就要讲到另外一个 就是我的合作伙伴 就是Mula 他是科技具有解码的创办人 然后他也是M观点Podcast的节目主持人 他当时就很常看我在社群上面 就是会贴这些电子报的内容 然后他就觉得说 他觉得我的电子报很有潜力 可以推向商业化的方式 所以他就有来主动approach我 那我们就谈了蛮多次的 然后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在心理层面上的准备呢 我其实拖了两个月才给他一个回复 因为我其实很不确定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用一个最小遗憾化框架 也就是贝佐斯常常用的一个决策方式 就是说当你今天80岁的时候 回来看这个决定 你会不会觉得后悔 那我当时的答案是 我会后悔这件事情 因为我相信他不会等我这么久 所以呢我就决定 OK好那我就跟他一起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一起合作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 有他带路 他当我的mentor的概念 或是他给我提供资源 或是资金给我 这件事情其实帮助我去减少掉很多 我去踩坑的 就是这种风险 他并不是说 跟他合作我一定会很成功 而是说 他可以帮我避免掉一些失败风险 所以我觉得 当时我就想说 那我就要是要跟他一起合作 他是一个很优秀 而且很厉害的人 那这件事情是我当时 给我自己的一个准备这样子 了解 所以Muda也算是这个创业的导师 对 OK 那另外我们都知道 因为其实科技新闻的范种 是非常非常广的 包含说什么 神物医学 半导体 人工智慧 电动车 机器人 或是刚刚提到太空科技 那每天的新闻量都非常的惊人 那要了解这些东西 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甚至说像您刚刚提到的 我们需要去阅读大量的英文文章 或者说国外的这个paper 那这个对一般的民众来讲 他的门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在犹如这个 茫茫大海的科技新闻里面 就是VK有没有比较擅长 或是特别关注的领域呢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在电子报的选材上面的这个比重分配 我觉得在就是可以稍微介绍一下VK科技阅读时间的电子报 就是我们每一个月会有四篇的文章 那这四篇文章它会对应四个不同的类型 包含第一个是科技公司的故事 然后第二个是新创奋斗的历程 还有第三个是科技人物 跟第四个也有一些商管好书的分享 那这四个领域 就这四个不同的类别呢 它刚好就会对应我们的文章 那这件事情啊 它其实就是说 我自己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偏好 而且擅长的领域 包含说 其实像Canva Notion 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种SaaS服务 是我写最多的 有一些读者就会说 你这个软体写这么多 可不可以写一些其他的 然后我就会想说 OK那其实这一个东西是我擅长的 因为它其实 软体服务它的商业模式相对硬体来说 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然后也比较好 让人家知道说 这个科技其实距离跟我们很近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让大家产生兴趣 但是当然不能一直都写同样的主题 或是同样的领域 所以其实大概一个月当中 我会放一到两次 是写一些我比较非常不熟悉的 但是我非常想要认识的这个领域 包含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太空或是国防 这个它其实要理解起来 就要花到三到四周的时间 因为它其实非常庞大 也不这么好理解 但是呢 就是比如说像太空的部分 我们过去就讲过SpexX 就是贝佐斯的Blue Origin 然后像国防新创 它是一个距离大家又更远的一个领域了 那是我们讲了一个 一家公司叫做Andreal 它是美国现在的国防新创 然后它其实还蛮受到瞩目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之中都会讲一些 我觉得值得关注 但是可能大家没有这么熟悉的一些领域 那这也是我有感兴趣的 了解 那台湾其实有不少的有心人士啊 或是说一些组织机构 就跟善科基金会一样 非常的积极的在推广各种科技新知 那当中当然也有一些资源充足 甚至说这个学术能量很深厚的 这个大型机构参与 包含说像是国家实验室啊 那IEEE的台湾分布 还有工研院等等 那这些机构多年来都发行的 这个科技相关的电子报呢 他们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些 各个领域的这个权威来逐笔 那所以想请教一下 就是面对这些机构 他们的这个良性竞争 会今天说如何去做到 这个差异化内容的呢 那可能是着重在哪一些面向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地方是 它其实服务的族群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以这些大型机构来说 就是我会我会这样来比喻 就是说它是像是一个光谱一样 就是大型机构服务的 它可能是更专业的科技人士 他想要知道这背后的原理 他想要知道最新的科技技术是什么 但是我的其实就有点像是打怪洲际 他服务到另外一群人 那这一群人呢 就是说他们想要知道 这些科技公司的故事 他们想要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他们想要看懂这件事情 比如说他们出了什么产品 那这些产品为什么 他可以比其他市场上面的人都厉害 或者他们的发展策略是什么 商业策略是什么 那这件事情是我更着重的 然后也是我好奇的事情 那其实我在这边就提供大家一个 就是说 在主流媒体当中 你没有办法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但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 怎么样去介绍这家公司 然后我怎么样理解这家公司 从中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 你去理解这个东西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容 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这么着重在科技新闻上面 就是我更喜欢从人的角度来去讲一家科技公司的故事 或者是一个新创团队的历程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你从人的角度去聊一家公司的时候 你其实就可以去抹掉那个心理障碍 就是说 这个国防好难哦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听 然后或者说 这个太空好难哦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其实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个读者 他就回馈给我说 过去我们在讲国防新创 就是Android这家公司的时候 大家听到真的是会觉得说 天哪这距离好遥远 好难我不想听 可是我是从他的创办人 也就是Pormelocky的角度去切入 Pormelocky这个人 他其实非常特别 他是Oculus VR 就是后来被Meta给收购了一家公司的创办人 那他后来其实离开了Meta之后 到了国防新创 去创了他的另外一家公司Android Real 然后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一开始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的时候 我想说国防新创 他觉得很有距离 他不想要看 可是当他开始看下去的时候 他就发现 天哪这好有趣哦 就是他重新透过一个人的视角 去认识了说 哦原来他在过去VR的这个产业 然后为什么要跳到Android Real这样的产业 那他之中看到了什么样的机会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读者来说 或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他就是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 科技产业的进展 或者是科技新创 他为什么要成立 那在提到商业策略的领域的时候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打败你的往往不是眼前的同行 而是一个你不知道 从哪边冒出来的竞争对手 那就跟这个Netflix的创业故事一样 就是在以前呢 这个出租业 DVD出租业的霸主是摆势打 结果在等等的三到五年的期间 他们就被Netflix打败了 那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时代 其实我们不能只着眼在同赛道的竞争对手 可能也要关注其他的竞争资源的 这个不同的产品 那以现在来说 我们是一个短影当道的年代 其实因为这样的这个状况 让很多年龄段的使用者 他文字阅读的能力跟过去相比 都下降非常多 那接受知识的管道其实也都在推进 那所以想请教就是说这个经营电子报啊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算是web1的时代的这个产品嘛 那对于这些新世代的竞争对手 就是会不会有什么担忧 那目前这个受众他的族群的有什么优势吗 这个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不太会担心这个端争出现的这个竞争竞品嘛 这样讲 就是我认为啦 就是端争它就像是一道烂 它是一个趋势 所以你要要么成狼要么被它淹没 所以就以我自己来说 我目前有电子报也有Podcast 那当然这两个角度会不一样 就是电子报的部分会有一些电子报独有的 那Podcast也会有一些Podcast独有的部分 那这之中呢 其实我会把Podcast剪成端争竞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内容需求 也就是大家都对于有兴趣的东西 会感到好奇 大家会对于这世界上 比如说TrapGPT出来 或者AI出来 OpenAI发表了什么 Apple发表了什么 这件事情都有兴趣 可是只是说包含端争音Podcast电子报 这些事情其实它都是一个内容的载体 所以它每一个渠道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那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运用这样子的特色 让大家来更认识你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在电子报的主要客群啊 或者是竞争优势上来说 我觉得电子报的订户 他们会更要求每一个文字的密 资讯的密度要更足够 它会比比如说Podcast或端争音 还要更要求 比如说可能15分钟 我就要了解一家公司的故事 可是Podcast我可能要讲到30或是45分钟 它才可以完整了解一家公司的故事 那当然端争音就是要更多只才会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同的竞争优势 也是不同渠道 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以内容创作者来讲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内容 达上这些渠道 让它展现出来一些不同的 有兴趣 他们会感兴趣 然后想要认识更深的一个内容 了解 所以我们提到的是 就是其实同样的素材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也都会要做一些不同的转译 那其实像我们在这个 目前的这个电子报之外 其实还有像说刚刚Podcast跟YouTube 那YouTube上面也有 就是每周会有固定的这个 比如说新闻介绍 或者说邀请来宾来做对谈 那所以像现在这样有非常多的传播形式 那在这个受众都不太一样的情况下 我相信说在每个平台的 他们喜欢的内容 或喜欢的样子应该也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讲 其实是一个议题 是一个难题 那另外一个难题是说 其实在这个 应该说这个演算法的这个定律底下呢 娱乐性高的内容 他可能会比较好的触及率嘛 那但他的问题就是他比较难留下核心受众 那另外如果说我们做出的比较很solid 比较硬核的知识的话 他可能会有口碑 但是他不一定利于节目推广 所以对于创作者 VK来讲 我们要如何在这两个东西上面取得平衡呢 一个是流量 一个是专业知识 我觉得流量跟专业知识 一直都是创作者会面对到的难题 就是他 我会这样思考 就是流量跟专业知识 它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 而是说 你要怎么样在流量跟专业知识之外 就是我更喜欢这样的思考方式 就是说 我怎么样让这个观众 或是订户 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感到乐趣 他们会持续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 就是当今天我要介绍一家 他们都没有听过的公司 或者是 他们其实对于这家公司的理解 并没有到很深的时候 我应该要怎么样引起他们的兴趣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端音音 或是在娱乐性也好 它是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 兴趣这件事情 它一定是要被引起起来 我才会想要去认识更多 更深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我每一个节点上面都有做到 就是比如说 像端音音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希望说 我要让他们感兴趣 那Podcast的话 它就 端音音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行销漏斗上面的最上方 那最下来就是到Podcast的部分 那当然专业知识这部分的话 就是会随着这个漏斗越来越小的时候 它到后面就是电子报来说 它是一个专业知识程度更高 然后它资讯密度也更高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其实 就是从这个流量或是专业知识的角度来去思考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对应到这个行销漏斗的部分 那再请教一个现实面的问题 就是这个也是很多内容创作者会面临挑战 其实就是盈利 那就我们现在了解 这个目前频道的这个主要收入来源 应该是电子报的这个订阅嘛 那虽然说台湾这几年来对于这个订阅制 或者说知识有价知识付费 它的接受度其实是比较提升的 但其实跟欧美国家比起来 它应该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想请教的是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 要怎么样下定决心 就是把原本这个是做兼职的这部分 转换成全职营运 那使用了哪些方法去扩大这个我们的受众呢 我觉得就是以一开始来说的话 我过去其实是从2020 2022年的9月的时候 就开始做我的电子报 然后那一段期间其实都是免费 直到了2023年的12月的时候 才正式转付费 所以其实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的电子报 免费电子报 其实又转了一部分的人 变成付费订户 那目前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经营快要一年的时间 目前有将近300个付费订户 其实以台湾来说 我觉得就是又以科技而言 这个比较小重的题目 算是一个我认为还不错的表现 对那当然就是我觉得 订户成长是一波一波的 那就刚刚我们提到的 从免费订户转成 付费订户这件事情 它就是第一阶段的成长 对那第二阶段的成长呢 其实就是 这边也可以提到就是我从 兼职转全职的时候是2023年的8月 那8月到12月这段期间我在做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做了Podcast 那Podcast它其实 我觉得在这边说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的话 就是你要创造多种内容的变体 就是你要把原本的电子报内容变成Podcast 然后或者是再把Podcast变成像是端音音这样子的形式 其实这就是不同的变体 但是其实在这之中 虽然我都在讲同一家的故事 公司的故事 可是我切了不同的角度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听到我的东西 那很有趣的是在今年的时候 其实有第二波的订户成长 那这些订户成长其实都是来自Podcast 也就是他Podcast可能听了三个月之后 我之前收到一个听众回馈就很可爱 他就说我听了你的Podcast 然后我听了三个月 然后我觉得我好想要支持你 所以我订了你的电子报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同内容变体 他会认识到的一个 就是他认识你了 然后他产生对你产生的信任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电子报跟Podcast 他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一种主动搜寻 然后他并不受到演算法的这个掌控 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其实VK一直在做的事情 是一个内容或形式的转译 我们把很坚持的东西从这个科学面 然后转换成一个大众可以听得懂的东西 或是我们把一个很solid的东西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转译成 那个平台上面受众他习惯 或是他喜欢接受的方式 他其实都是在做一个transition OK那最后我想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Ben Thompson这个人 他其实是这个科技电子报 Strategy的作者 那根据报导他在2020年的时候 只靠经营电子报 他就可以有大概300万美元的年收 就大概是9000多万台币 那他也多次邀请到 比如说NVIDIA的创办人黄仁勋 或者说像微软执行长 这些科技业的大咖来进行专访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Thompson他其实不住在美国 其实住在台湾 那这个是我当初在看新闻的时候 也很压抑的事情 那可是想一想其实也蛮合理的 因为电子报的运营 其实他就是主要是仰赖网路即可 所以其实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 那在世界各地 其实理论上我都可以工作 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善科聊天是在第115集的 也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国外很流行的 数位游牧Digital Nomad的概念 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VK 如果可以选的话 有没有考虑过数位游牧呢 那如果现在就要出发的话 你最想去哪边工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刚好前阵子跟朋友示范的时候 他就说 你这个工作其实不太需要 受到地理限制 那你要不要考虑数位游牧这样 然后他就开始推荐我很多的地方 然后看到你们仿干当中 有这一题的时候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我会想要去哪一个地方工作呢 然后我觉得最近的答案 就是日本的京都 那为什么是京都 这件事情其实蛮特别 就是过去我在写过Notion的创立故事的时候 他其实 他在早期的时候 他其实差点破产 他在美国租了一个办公室 然后反正大家就是做了一个产品 他们花很多时间 结果发现这个东西不work 所以他们就把 他们当时呢 就把美国的这个办公室给退掉之后呢 他们就在找 找世界上面有哪个地方 房租比较便宜 而且他们又可以专心写城市 所以他们后来就搬到日本京都 然后最近又在看了任天堂的前社长 就是严田聪他的书的时候呢 其实我就发现任天堂这一家公司 他已经有百年历史 然后他最早其实是在日本京都成立的 所以我就想说 诶 京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可以这样子让Notion 在那边产出他们的Notion One 然后发到各地 然后结果变成一个超级爆红的产品 或者是说任天堂 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这么成功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日本京都应该有一个 很奇妙的力量 OK 那在期待你去那边之后 跟我们讲你的心得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VK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跟这个经营科技电子报的心得 那还有就是说 作为科技知识工作者的经验谈 那希望说看到这一集的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有意想不到的启发 那当然对科技新闻技术时事 有兴趣的朋友 也除了订阅善科聊天室之外呢 也可以追踪VK科技阅读时间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VK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我们就跟VK一起 跟观众朋友们说声 拜拜 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吗 喜欢的话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键 开启右侧小铃铛 还可以按赞粉丝专业追踪IG 加入善科的LINE社群 以及Discord科技传播太空战伺服器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